三次充钱的账单记录 朱女士都还保留着 她说这些钱基本都花在美容项目上了 最近一次去是今年5月8号 当时店员给她推荐了一个做脸的项目 原价是5980元十次 然后后来经过两三个小时讨价还价 1980做十次 她同意了 同意了之后 我说那我卡内一额还剩了1374 那么卡内一额扣掉 我就只要再交600多块钱 然后他们就跟我说还不行 这个卡内一额以前充的时候 给你返了700块钱 不能当现金用 叫我再重新拿出1980 然后我就生气了 我就觉得你欺骗我 我说我再也不消费了 我也不想在你这里做了 朱女士说自己充值2024元的时候 店里的人告诉她 卡里的钱就是现金 结果现在又变卦了 并且当天在店里做完项目 回去之后身体出现了不适 5月8号这个项目全部泡枣啊 做背啊 做好之后过了十几个小时嘛 5月9号下午就开始脚不行了 脚走不动路了 到晚上疼得就连上厕所都去不了 要叫我老公扶的 做背啊 你泡个枣做背啊 我们正常的生活美容啊 我也没跟你做别的东西 你不跟我再扯吗 对不对 做背做到腰上 它经络都是通的 朱女士手里有一张急诊病例 复诊病例详情写着 推拿后赶右膝关节疼痛两天 复诊诊断为关节痛 医生把诊病开出来 我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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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现在又不叫你赔这个钱对吧 但是我现在不敢来出来 我只这样叫你退我 我这个中的卡 退还给我去了 退我们是不是要到1315去处理 对不对 退款 因为协商不成功 关于退卡的事 双方通过消保委协调过 但是没能达成一致 朱女士说 卡里余额 加上还没有消费完的项目 应该还有3000多块钱 那他想用这个1300多 买这个1900多的 然后补差价能不能补呢 不补啊 我们不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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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可以买 你买 你就付这个钱 你不买就算了 对不对 买就是原价买 对啊 那他现在这个1300多 他想要退的话怎么退呢 对的 他第一次消费上面有700块钱 是不是 你 是 是 你当时充值的时候 这个700块钱送的项目 你把这700块钱的项目 剪掉 你剩余的金额 我推给你不就行了吗 我就是这样子的 那600多 对啊 我推给你不就行了吗 我的店长去沟通也是这样子的 在 在消费也是这样子的 对不对 现在没消费完的这些项目 不是 就是之前充值的消费完 你没消费完的 那你送 我送的项目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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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经完了以后 我们是不是要给他扣下来 我跟消费也讲得很清楚啊 前面第一次第二次 买的那个项目 不是 你买的单独的项目 1000块钱的 2000块钱 单独的项目 单独的项目当中 有送的项目 你送的项目 我把它扣下来 你剩余的是不是经理了 还剩多少 你没算过 没算过 那不算 大家在这里吵不算 来 消费也去过 12年也来过 是不是 现场经过沟通 双方还是没能达成一致 188黄金眼 记者报道